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丁地 我是股市大兄陈旭静 陈老师 哇 恐怖恐怖 实在真恐怖 坚重坚重 实在真坚重 今天早盘指数开高上来 直接的一个挑战的一个万七的一个关卡之后 结果随着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漫压的一个出楼 使得今天的早盘 出现大震荡下沙洗盘的走势 那么对于今天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下沙的一个洗盘 我问各位这个地方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 后市你又该如何来做掌握 在这个地方大师兄 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 还是看多 还是看多并没有改变嘛 这一点我不是现在才来告诉你的 我从什么时候就告诉大家 我从去年3月19号8523.7张以来 大师兄就一再的一个强调 我说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机遇 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结果你可以看到啊 从当时候8523点的时候 很多的一个专家一片的一个看坏 一片的一个看空台股 到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现在指数来到多少 一万七千点之上 指数足足大涨了将近8500多点 虽然大涨8500多点之后 短线上或许难免会有震荡 但是在多方的一个架构不变之下 我还是告诉大家4月份的一个台股行情 仍然是很精彩 你根本不必想太多 根本不必怀疑为什么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啊 那为什么今天早盘会出现的一个 戏剧性的一个下杀的一个起来 今天最主要跌的都是哪些的股票 比如说像什么 像爱卜啊像四星KY 当然四星KY今天是有利空 那就是因为他被点名做记号 那可能就是在大陆的一个 的一个有牵扯到大陆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用途 所以今天是有因为这些的利空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下杀的一个股票 都是一些 比如说高价股 像爱卜也好像四星KY也好 或是像翔硕 金利KY 那先进光还有一些的一个这样 短线掌握很大的一个股票 像安国啦像飞鸿啦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那因为在短短一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已经大涨一两倍上来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大师兄 在这段的一个时间就一再的强调 我说对于有些的股票 它已经累积一大的一个涨幅 涨幅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一再的一个提醒大家 对于有些的一个涨幅 已经太过于over的一个股票 我们是不会带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 把我的话给听进去 可能有些的股票 可能它涨幅很大震荡洗盘一下 可能还会涨 但是你想想看有些股票 它已经大涨一倍两倍 后面还要再大涨一倍两倍的一个 几率到底大不大 现在大师兄要带大家来锁定的就是 现在还处在相对的一个低档或低位阶 当然现在说要处在历年低档 是几乎现在很难找得到 但是至少它位阶相对低 那未来还有五成一倍空间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机会的一个股票 这些就是接下来大师兄要带大家来掌握的方向 那虽然今天因为一些这个高价股 跟一些这个涨多股票 今天下沙 重挫下沙 所以使得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出现的一个大震荡洗盘 但是在大震荡洗盘的一个过程当中 各位可以看到盘面上 能不划有许许多多一个好股票 一档接嘴一档的一个让 的一个轮动的一个接棒的一个大涨上来 你会发现今天台北股市上市贵公司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合计的一个涨停板加注 仍然高达有58家 大涨超过5%以上的仍然是高达将近100家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像今天包括什么 包括什么自协的一个预期KY 今天也接棒的一个补涨的一个上来 那甚至啊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康普啊 美其马啊 长元科啊 那甚至低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滑邦店啊 上全啊 股市上上千啊 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一个这样 很多的一个第七级的一个股票 开始接棒上来 所以在这个现象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的一个资金又开始会做一个转移啊 会从之前的一个高期期已经涨多的一个股票 所以如果说你目前啊 你不是看到今天的一个股票 有的股票涨停板 当然涨停板我知道大家很开心啊 但是有的股票涨停板 如果这个时候它的一个期期相对来讲 是处在这个相对的一个高位阶的一个个股啊 那对于这些这个股票 在这个时候各位如果要去做追加的话 真的是要怎么样 小心再小心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从今天 哦上市的公司哦 能不滑油虚虚多多的一个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大涨上来 这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的一个人气 并没有因为今天的一个震荡而退却嘛 既然市场的一个人气都还在 啊今天的一个震荡有什么好怕 哦 那么再来为什么 我说四月份的一个台股行情还会很清长 哦原因很简单啊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虽然指数已经大涨将近8500多点 啊那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会一路抗回不回金金掌上来 会一路的一个跌破许多专家的一个眼镜啊 哦除了大师兄之外 我相信你看这一波行情 没有人能够像大师兄这样 一路坚持做做上来 到现在为止我也告诉你 我说多头震荡金金掌的一个过程当中 逢低顺势操作就是多 你根本不必想再多 哦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台股行情 会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势力 哦不外乎就是整个的一个这样 整个的一个全球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互数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 超乎市场上的预期 哦你可以看到IMF再度的一个 调高的一个这样全球经济成长率 从原本5.5%再调高到多少调高到6% 哦之前是从4%到5.5%现在又调高到6% 你要知道现在全球GDP的一个总额的一个贸易额有多少 将近90兆的美元哦 调高1%等于是全球可以增加多少 增加9兆美元 9兆美元会带来多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商机 会带来多少的一个机会 哦那么再来就是啊 全球市场的一个资金氛烂的一个程度啊 超乎许多人的一个想象之外啊 哦那钱4亿的一个效果 持续元烧啊 哦甚至包括我国包括银行啊 包括这个自营商部门啊 甚至包括售捡的部门 合计加起来 仍然高达有超过8.3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币啊 可持续前进台股不要多啦 从过去历史的经验像售捡资金啊 过去大约是8到9% 那因为现在这个低利率啊 可能啊还会把整个的一个比重提高啊 哦所以只要再增加1%就好 增加1%就好 增加1%等于是 可以增加8000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啊 那你要知道增加8000亿的资金 这些售捡资金大部分以前都是 哦在整个第二季在年中的时候 会还会继续来做一个布局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台北股市 目前不论是从经济面从资金面 甚至整个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 你会发现啊 37000亿都是成为产生态 哦并没有出现什么市场急剧疯狂啊 哦爆量不涨啊或者是啊 多头的一个架构啊被破坏 这些这个情况都没有发生 那既然没有发生那我可以告诉你 后市的一个台股行情 仍然是震荡往上看没有改变 4月份的一个台股行情 仍然是非常的一个精彩 哦重点来了 哦那么既然4月份的一个台股的行情 非常的一个精彩 那这一波的一个史上最强的一个多头的一个 行情将渴望上涨到什么地方 4月5月 还是渴望一路再持续到年底呢 哦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哦啊本人不知道什么 没关系 你今天要坐大师兄 哦在礼拜六明天的一个桃园 下午的一个台北 在会场上大师兄 吴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哦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在个股的一个方面啊 哦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波哦 哦个股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哦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我们先从整个这个台积电的一个大零门开始啊 哦那我想台积电不需要我再多说 哦这个时候我不是叫你去什么 去追逐台积电 哦因为你真正要买的时候是在407.5 402 430 440跟着我们的脚步哦 你如果懂得跟着我们脚步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一路让你可以开开心心 大赚到679 光是一张的加差达到271.5 哦那么现在随着台积电的拉回 我可以告诉大家台积电现在变成是一个 控盘的一个指标的工具 那既然是控盘的指标工具 我希望台积电他不要大涨 哦当然他也不能够大跌 哦所以他只要能够在这个地方稳稳的 哦稳住的一个盆势 然后相关的一个台积电的一个 大联盟的一个概念股 尤其这次台积电又要砸下的一个 三千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元 要积极的扩敞 所以他势必带动相关台积电的一个 大联盟的一个概念股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标涨上来 哦那么怎么样来做掌握 我相信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哦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股票 哦都有讯取回正 你看从鸿康开始 1月29号的一个鸿康98.5 现在来到多少152 哦当然哦不是叫你去做追价 哦但是你可以看到 每一次当地机会来临的时候 只要你懂得做把握 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上来 起码价差都是五成甚至一倍 哦从鸿康之后 然后再到的一个让 再到的一个加登 设备股的一个加登 哦你可以看到砂登 我们已经做第三趟 哦已经做第三趟 哦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是持续看好 哦我做第三趟 三趟累计的价差将近六成了 哦那么今天的一个加登 今天做一个顺势的一个 拉回的一个洗盘的一个整理 很棒 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这一次的拉回 还可不可以买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好机会 哦我想这些你一定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哦那去加登之后 再来包括的一个 军援的一个探称卡 以及设备厂 哦我们待会没有锁定的一个旺席 哦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哦证据会说话 你可以看到哦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哦随着一个成交量的增加 大兄就知道 哦开始来了机会来了 财神爷来了 财神爷来了 你就要赶快做把握 哦只要你懂得做把握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加登怎么涨的 当然昨天涨停 今天急速 哦开高大涨上来 这个时候 你反而要懂得什么 健好就说嘛 要么也要等到拉回 哦整理量桌再说嘛 所以你会发现啊 哦只要你是我的一个粉丝好朋友 只要是你是我的一个会员家族 在今天的一个早盘 随着一个旺系 吉拉大涨上来再创新高 我在早盘推了给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爱赚多少看你自己 哦加登我们开心大赚之后 下一档主持人标股再拼50% 大兄都给大家赚好 都给大家赚好 啊你要想知道 明天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你直接来会场大兄来告诉你 哦就像6182的一个合金一样 你可以看到啊 哦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昨天我们带会员朋友买钱 哦你看讯息在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 哦写得很清楚 昨天买进现买现状涨停板 今天持续大涨 虽然今天出现了一个黑K棒的一个洗盘 我问各位他结束了没有 哦另外我现在大师兄都跟你讲现在是 我不会跟你讲什么过去式啊 哦大兄都跟你讲现在是未来式啊 你看现在很多的专家都只会跟你讲过去式嘛 哇很多专家看到什么 哇看到的一个人 哇看到天气涨停板 哇就拿出来说哇天气 哇你看又几趟又几趟 哇看到某某股票涨停板 又跟你讲某某股票几趟又几趟 那重点是现在可不可以买嘛 你要跟我讲嘛 不是每天在讲那些鬼话连篇的一个故事嘛 对大家没有帮助嘛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要能够实实在在买进 然后大涨上来你才能够实实在在赚 才能够开心赚这才是最真实的 你可以看到合金 合金今天持续上涨上来一转眼 价差都超过11%我可以告诉你啊 他还没有结束 那这波的一个合金还能不能够买 他会有机会上看到什么地方 除了合金之外 那么包括其他台积电的一个大年门的概念股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目前股价还在低档 未来有五成甚至一倍倍一个爆发潜力的一个股票 在明天在明天 明天的一个桃园 下午的一个台北 大师兄会来告诉大家 所以你现在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嘛 你就是加入我们标股新电订9END 还没加入赶快扫描一下 加入9END成为我们好朋友 好事就会发生 你就能够免费入场 那由于投资朋友真的非常的踊跃 你还没有加入的投资朋友真的要赶快 要赶快 一填写表单 第二就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直接打电话进来 那你做好预约你就能够怎么样 取得免费入场的一个资格 那除了台积电大年门的概念股之外 包括的一个拜登的一个基建的概念股 我也跟他说过了 在8天的一个基建概念股 近1.9兆数捆计划 现在又要砸下2.3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建计划 那基建计划它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扩散 包括有什么 包括的一个造桥啊 高速公路啊 铁路啊这些啊 所以你会发现最近的一个钢铁股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大涨上来啊 那么包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照顾啊 长照啊 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的一个生气股也是活泼的一个乱跳啊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体材 绿能的一个体材啊 所以你会发现 在拜登的概念股里面 在未来美国要建造50万座的一个电动车 的一个充电站 那这些都会带动相关的一个个股 的一波的大涨行情 大涨机会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之前我们 带会员朋友锁定的一个打的名 政达 都讲在前面 都讲在前面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当初在二字头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买到现在为止 通通都大赚 后面连标了一个几次啊 六根的一个涨停板 去政拿之后 我们再度锁定什么 金光什么什么 水基万条 水基千条 你如果看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讯息会说话 我讯息都写得很清楚 这档股票你看我买进之后 都是在低档的时候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 买进之后 昨天涨停板 今天早盘持续大涨上来创新高 可以追吗 当然不要嘛 连两根大涨上来将近两成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策略 高出低进 再赚一趟的一个价差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怎么做 早盘开心活力出一半之后 那这档股票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持续看好哦 如果有拉回的话 下档的一个低阶的一个机会 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明天这档的一个讲座 你就务必要赶快来 那么既旺系 还有金工相片之后 今天这一档新好男人 新好男人 为什么我叫他新好男人 你可以看到我们买进的时候 是在3月12号 买进的时候没有涨 而且还怎么样 还下差下来回测季线 那回测季线有所 为什么他还能够大涨上来 这才是你要的嘛 今天股价不是说哇 今天有打下来 我转弱了 我赶快卖掉卖掉 结果又蹦上来 你不就对心 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看好 我看好 原因在哪个地方 这是哪一档股票 来回床 大师兄来告诉你 你可以看到也是大师兄都在 直接跟他分享的股票 今天已经来到了一个65块之上 今天涨平板 那这档股票到底是哪一档 明天的一个桃园跟台北的一个讲座 大师兄都会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还没有做好约报名的投资朋友 真的要赶快 那座位真的非常的一个涌现 那么再来包括比特币的一个概念股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汉迅 这一波的一个利台 能够飙涨的一个如此一个凶悍 那么相关的比特币的概念股 当然汉迅利台飙涨上来之后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在这个地方就有机会接棒上来 我想这也是一大的一个主轴 也是大师兄在明天的一个讲座 会跟大家来分享的一大的一个主轴 那么最后就是缺货涨价的一个体材 这个概念股你可以看到 从大师兄跟他分享的一个会状科 两趟累计的价差超过72% 再到IC的一个债盘的一个紧缩 你可以看到都是在怎么样 股价整理过后 相对低基金满性之后就怎样 飙涨上来 甚至在到维基店的一个应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旺久 你看连飙涨跟一个涨停板 还有non-fat 也是一样 怎么样的一个飙涨的一个上来 那这些飙涨上来之后 比如说大师兄送给大家这个mybaby mybaby从五字桃买进 来到六字桃今天做一个洗盘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还能不能够买 那么后世他渴望上看到什么地方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一个清楚 在明天那个讲座大师兄到魏无事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甚至在到的一个航海王的一个长龙跟阳明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会也没有锁定的是长龙 那长龙从34块1到52块7 你看这一波这样飙涨上来也都有超过5成 那今天的一个长龙今天下差拉回 我问各位拉回可不可以买 拉回可不可以买 当然阳明今天因为他涨幅比较多 那今天也是同步拉回 拉回可不可以买 那慧阳也是一样上村王 那这档股票大涨上来 我们高档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你看卖的多漂亮 卖掉之后 今天下差拉回我可以告诉大家又是机会 那这个机会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为什么大师兄说这个是机会 你想想看啦 包括长龙也好包括阳明也好 甚至法人预估今年有机会挑战两个股本 会洋 预估有今年有机会上抗8块钱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现在的一个本益比 不要说十倍啦 连五倍可能连三倍都不到 啊 穿这种股票 你想如果拉回的话 可以买吗 连三倍都不到的一个股票 这种股票有年啦 没到天龙啦 哦啊除了航海王之外 那么包括的还有中华好人的 你看绝版一字头低价的一个转机股 这些都才刚刚开始啊 甚至包括另外一档环珠格格 这又是哪一档股票 很多股票才要刚刚开始发动的一个股票 大乡都要你串好啊 哦啊你也想要知道 明天这两档的一个讲座 你真的要赶快 哦真的要赶快 哦主身段下一档主身段的一个表格 大乡都要大家串好啊 哦会场 大乡还会特别准备一档 最强主身段的表格 再拼50%只有限会场才有哦 哦让你 满民春风走有风 啊你还没报名的投资朋友 第一个加入LINE或Telegram 哦填写表单做好预约报名的动作 你就能够 哦免费取得预约入场的一个资格 第二个就是打电话进来赶快 哦真的是要赶快 哦那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难得啊 史上最强的一个拖头你需要 哦是最强绩效的一个团队来帮你 哦那么相信 我们这一路以来 啊跟大家分享股票 我们的一个操作大家都有目共睹 如果在4月份的一个精彩行情 你还想要再拼58的投资朋友 那么明天桃园早上桃园 叫台北 你就一定要来 哦还没有做好预约报名的投资朋友 哦欢迎各位来电 0223219933 0223219933 我们下礼拜同一圣圈 拜拜